各位好,我接下來要講的題目是和小鯊一起做遊戲 是很正常的遊戲,大家不要講歪了 我是WM 網路上用的 按太快了 等一下我再調一下螢幕 我平常的興趣是 不是,亂掉了 剛剛被拖一片搞亂 我平常在網路用的ID是KIDWM 那你在鋪浪或是其他各的SNS應該都可以看得到這個ID 然後我平常喜歡研究網頁技術 那最近的活動則是熱衷於開發 所謂的我用網頁技術來寫遊戲 那我平常在社群裡面做些什麼呢? 我每次在REGISTRANO 鐵那個職稱的時候我都寫雜工 就是在裡面什麼都幹 但是什麼都幹不出名堂 但是最近終於有一件可以讓我拿出來 Happy一下的信 就是 我會稱作那個叫小鯊打牌的人 沒錯,就是我們最近剛推出去的那個翻牌遊戲 我們稱它叫小鯊遊樂園 那網子在底下 所以如果你現在很幸運你有網路的話 你可以連到MOSTW.org 然後FastMosage看一下 那它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可能這樣看不太清楚 如果你們很幸運有網路可以登錄進去看看 那我現在 今天的講題就是要講 小鯊是怎樣被帶壞的 因為 在有點久 又不是太久之前 FastMosage開始支援那個 CSS3的Transform3D 然後呢 我就想說 那時候我看到有人寫了一個 Demo 可是它是寫給WeberKey的 那想說 FastMosage就要有了 有了這個效果 我們怎麼可以輸給WeberKey那我人渣呢 所以呢 跟社群成員的協助 我們就提出一個ID 首先我們先準備 美工把圖換掉 然後再加上可口的音樂 還有社群成員一些奇奇怪怪的意見 所以我們就完全的把我們構想中的那個 小鯊遊樂園翻牌遊戲做了出來 那我今天在這邊就是要講 裡面的一些點點滴滴 跟我們用到的一些技術 而這個過程只有淚水沒有歡笑 因為歡笑是等做出來 看到其他人在玩 覺得他們很笨的時候才會出現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主向解說 我們用到的技術 首先第一個是 CSS Make a Ground 我們是從底下那個叫 CS3 Pattern的網站 拿了一個 一個像桌精突然的過來 一個像桌精突然的過來 系列式的手上就越來越長越來越多 因為我一直沒看過 看你不長到系列版的 我已經這樣好奇怪了 所以寫一個產生器 好沒關係那就等一下再看好了 我直接先講過去 首先我一開始設的是 它其實是一個很小塊的圖 然後我把它設4px乘以4px 結果發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有人跟我說5px剛出門的時候就當掉了 然後酒會飽滿 很奇怪 新出的流感器比較脆弱 然後更搞笑的是 APRA直接不算就放棄了 APRA是很聰明的孩子 他就知道這任務實在是太艱鉅了 他就直接放棄你看不到背景 可是Chrome大致上就沒有問題 我覺得實在是太奇怪了 可能是因為那個圖4x4實在是太小了 然後整個背景要鋪滿 他平坡量大 然後每一張圖都是重畫的 也有可能是Chrome比較聰明 他一開始就把鋪好的圖先Catch起來 所以他沒有問題 那我最後沒有辦法 我本來想要提供一個很細緻 又演化遼亂的背景 那我就要把他拉回5px大小 然後下一個是那個 Train-in-way API 首先我們先檢查他的支援 那因為這個是還沒有定案的功能 所以你不要寫些很噁心的prefix 要檢查各家有沒有這個東西存在 然後我們再設定說這個動作是要綁在哪一個元素 就是如果你現在用Facebook 你有看到他們有加圖片全螢幕的功能 那他其實就是綁在那個像布那個 他們叫做劇院模式裡面那個黑框 就是單一張圖片放大到全螢幕 那你可以整個網頁放大到全螢幕 這個網頁現在是不是在全螢幕狀態下 那他切換過去之後 他會有一個特別的叫做 Fullscreen CSS的Delete可以用 然後你就可以設定說 有些元素他在全螢幕模式下 就可以長得不一樣 然後在MDN上面他有提說 Weberkey有奇怪的問題 沒錯我每次都是Weberkey有問題 他說的快之外這些問題實在是很多 那我就沒有辦法 我一開始想的是說 我把他綁在Body上面就好啦 最後只好很奇怪的把他綁到最上層的HTML上面 然後我再把原本放在Body的背景 在全螢幕模式底下再Copy一份過去 然後把原本的Body的背景設成透明 然後還有一個更奇怪的地方是 原本的FyFive9很奇怪 他有這個功能支援但是他不開 然後我偵測到說FyFive9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顯示出了那個切換全螢幕的按鈕給他 但是按鈕沒有反應因為他沒有開 他有支援但是他沒有開 然後我們還用了一個CSS的Lightbox 他主要是用Target的這個Select去做 就是當頁面的那個焦點是 就是那個AnchorHash H是指到這個元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對這個元素做不一樣的Style 那我們另外搭配了SudoElements 做那個Lightbox外面那一層遮罩 他只有這邊要再稱讚一下Bodybox 只有Bodybox有支援SudoElements的漸變 就是照理來說我今天 漸變一起變的時候應該是SudoElements也要有支援 可是Chrome就是無效 就是你把這個Lightbox關掉的時候背景並不會彈出 但是就是變成說只有單路有漸變 當初沒有這個用法的顯示 可能是我太笨我找不出來 那3D的時候呢 這是主角啦 即使不是同時做Scale放大 沒有硬體加速的效能也很奇怪 就是會很慢 尤其是在我這個沒有獨顯的那個 Firefire上很嚴重 但是Chrome就是跑得很順 對,Chrome就是永遠都只有跑得順的優點 然後呢 Firefire10它轉起來的樣子 跟Chrome又不一樣了 Firefire10感覺像是硬生生的 那種像是要扭斷脖子那種轉法 可是Chrome16是轉的是你想像中 欸對啊 它就是像是一張卡片翻過來 可是Chrome打自己嘴巴啊 為什麼呢 因為Chrome15轉的方向好像跟Firefire10看起來是一樣的 我為了這個慢動作重播好幾次去驗證 當然也是Chrome不完全開竅了 還是Firefire才對的呢 那就是以後等規格定出來看大家怎麼做了 那因為那個遊戲常常會用到一些圖檔要組合 那你又不能在圖檔還沒載入的時候 就讓使用者開始遊戲 所以我們放了一個Loader 我們用的是Loader這個簡單的Square 可以很快的設定說你要載入哪些東西 然後再設定說載入百分比的顯示這樣 另外QR Code我們用Google提供的API 不過最近Google一直在 收他的API 就是慢慢把一些API服務收掉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QR Code可以撐多久 但是我想應該上官不會被抓出來編了 因為這跟他沒有關係 然後Offline Cache呢 是讓你在離線的時候也可以玩這個遊戲 那用法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在網頁這開頭的HTL標籤 加上一個Manifest貨單的描述 就是描述說我這個網頁有多少的貨物 需要放到你的離線的快取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Cache起來 等你像是想完但沒有網路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打開 但是這個遊戲我們現在發現 我們忘記把那個Google的那個字型也放進去了 所以其實你離線的時候還是會有問題 就是沒有全部的資源都在裡面 那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所謂樂己會生悲嘛 我們做了一個那麼可愛又精彩的遊戲之後呢 小莎就整天在他的遊樂園裡面跟他的好朋友們打牌 但是你知道牌技是個人都有差別的啊 像Chrome的效能就很好 他打牌又快又順啊 然後FileFuzz就是網頁顯示很正確啊 所以他贏面也很搭啊 他不是一味球快 而是穩渣穩搭 所以小莎每次都贏啊 這個時候那個沒有特效UP 跟跑起來很多人阿姨就眼紅啊 何況阿姨還不一定能夠順利跑來遊戲對不對 每當跑去瀏覽器學院跟老師打小報告啊 說小莎每天都拋在桌遊店裡面跟朋友打牌啊 於是老師他就受不了這個投訴啊 因為你知道人多嘛 每天來煩你 然後老師也是人嘛 總會把怒氣發洩一下的啊 於是他就被罰勞動服務了 對 那他做了什麼勞動服務呢 你可以點開下面那個 Bitterly Starfuture的王子 他被派去推星星 也是他就變成了推動星塵的人 哇 他有銀銀鑽的feu喔 推動星塵 那說穿的推動星塵 其實就是一個倉庫版遊戲而已 他的原版是從 他用Python的py game module寫的 然後我把它用stml的campus 一直過暗 至於這種圖形遊戲因為是 一個一個圖這樣拼上去的 所以最重視的就是繪圖的效能 不斷的重圍是非常的吃資源的 而且每一款campus遊戲都這樣 不論你是玩那個什麼 不知道是Quest還是Apple 那個好像沒什麼在開發的那個遊戲 那個打開的時候 大概CTU都是標60%甚至90%在起跳的 因為他必須要不斷的重新畫整個畫面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不要那麼誇張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小遊戲嘛 那使用者只有在輸入的時候 畫面才會改變啊 那我就把它設定成說 我只有使用者動一下的時候才把它重畫 但是發現效能不佳的手機 還是就是 雖然使用者動作的時候才重畫 但就是在那一瞬間 還是會閃一下那個螢幕 就是不流暢就對了 那之後 我想到了一個方法 就是很tricky的拆解 因為這個遊戲是 它是一張地圖 好那我就先把這張地圖畫起來 然後把它存好 接下來都不要重畫 原本是 原本是那個地圖是要一個一個拼好的 重畫的時候是一直拼 像拼圖一樣 你可以想像每次動作的時候 都叫你把一盤500塊的拼圖打散 然後叫你拼完再開始跑嘛 所以你感氣當然會慢嘛 那我把它拼好之後就不要動 然後我再把現在會動的物件點上 可是疊上你會發現 誒 物件疊在原本地圖上面 有些地方 例如說那個星星啊 跟那個地圖啊 反而就疊在牆壁上了 所以我最後 再用修的方法 把那個牆壁再畫回去 總共疊了三層 那說要繪圖呢 有一個比較新的API 叫Request and make a friend 就是讓瀏覽器自己控制 那個重新繪圖 就是可以取代那個 set timeout的好東西 只是說 現在set timeout 那如果你的分頁沒有在啟動的時候 假如我現在在執行這個遊戲 我是用set timeout畫圖 我切到另外的分頁 瀏覽器會自己把那個set timeout的那個 執行時間把它暫緩 就是它不會那麼吃資源 一直重算 而Request and make a friend 就是直接讓瀏覽器知道說 喔 我這個遊戲現在沒有啟動中 它就會把你用這個韓式呼叫的 那些畫圖的韓式通常都 disable 就是暫時不要算 但是這個遊戲的本體沒有用到 因為我現在是只有使用者有動作的時候 我才重畫 我並不是要不停地重畫 這只有在不停地重畫的時候才會用到 因為重圍本上是很資源 但是你要體驗的話 等一下可以來找我們 遊戲裡面有做個彩蛋 你還是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然後另外就是觸碰的挑戰啊 就是我們這次想要打算把這東西 推到更適合平板用 所以一看有人跟我發現說 每次都要點那個格子 上下左右點它旁邊的格子 才能到我想到的地方 一次只能移動力格很慢 好 那我就發揮老鼠走迷宮的精神 我就找S大來寫 讓它點哪裡 就想可以到哪裡 然後呢 接下來就說 欸 這樣很不直覺喔 我用點的 觸控大家都用推的啊 我可以用swipe嗎 好 也沒關係 我們加那個hammer.js 反正就要世界的世界 什麼鬼東西都有 幹嘛要自己寫 然後另外 大概這次加的就只有這樣 不過呢 還有更重要更重要 比之前那個遊戲 讓我學到更多的東西就是 Hemba是3D 沒錯 相信嗎 有1就有2 有了2D就應該有3D啊 但是 我還不會 所以今天就算有時間 我也沒辦法點我給你看 不過呢 我們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探索 例如說webGL啊 web3T啊 然後最後把所有的遊戲都包裝起來 送上webAPP 然後丟去魔機啊 那個Mantic啊 多美妙的世界啊 只是 最後呢 我的機德就是 當你走在一個沒有人走過的路上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 踩到地雷 因為我們用的都是一些什麼 alent drift啊 然後都還不穩定的啊 然後是踩到雷啊 然後每次用一個心靜樹 就屢試不爽啊 只要是心靜樹 就一定會有雷啊 而且越是還越不爽啊 但是 最激勵我繼續向前進的就是 眾人的讚賞 沒錯 小丁是我們最可愛的玩家 他自己 聽到小孩真爽 真的 這不是 這跟剛剛前面的女士不爽 不一樣 這真的是爽 而且還有跟夥伴一起打造 偉大作品的熱情啊 像你看 就有外國 外國玩家看到之後 就覺得這套圖實在太可愛了 就拿電腦軍的作品拿去 放在他那個 MAC上面的搭殼啊 然後我們要感謝電腦軍的美工 還有魔法師的音樂 那魔法師的音樂 不好意思 我不曉得要怎麼表現他的那個音樂作品 所以等一下他上台講的時候 大家自己問問他 為什麼要把音樂弄得那麼奇怪 所以 最後大家一起快樂來做遊戲啊 你看啊 我們還上了那個Mosaic喔 可以讓人家膜拜喔 這麼好了 可你真的不想跳嗎 好 謝謝大家 有任何問題還是 你有沒有在網路 等一下要自音樂電腦給來找我